吃了兩天怪手一鏟挖破 薄油撲面 黑色不由曾被慢慢刨除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農地當停車場用好幾年 怪手直到第三鏟 才讓悶了好久的土色農田 重見天日 其中夾雜一些碎石跟紅色磚塊 還有水泥鋼筋等失業廢棄物 700坪的農田 估計沒辦法一天挖乾淨 在裡面這場我們抓五個工作天 其實經費問題我們都還沒有去談 這個誠心的問題 上行下效 這小的不能這樣 在地民眾聞訊也跑來關心 柯文哲名下農田違規出租 柯媽媽接受週刊訪問 跳出來替兒子喊冤 柯文哲不知道出租的事情 都是另外一位醫師處理 更說又沒賺多少錢 政府幹嘛怕人民太有錢惹議 不管賺多賺少 違法使用農地就是不對 該補的稅金跟罰則 都該依法處理 歸收益你還嫌少 嫌少沒有賺很多 那個不應該賺的 那不行啦 不然的話 外面中南部那麼多農地 大家都鋪起來來做停車場 那個很好賺 停車場要重回農用 不是挖了就能馬上種 農業部分享曾被不當利用的土地 土壤品質衰弱 得必須投入金錢跟不少時間 才能恢復生產力 看到鋼筋和水泥磚塊 那這樣的情況 對於這樣的一個田地的破壞 已經造成的傷害 實在是很難再去彌補 特定農糧田被毀挖出 事業廢棄物 收租15年120萬 現在說要全捐給新竹市府社會局 不過捐出錢 還是得先補繳稅 新竹市政府也將發文 限期30天內改正 否則將開發6萬到30萬元 35萬塊